民的問題也是個人的問題 就是有關於我們 在我們有那個春光公園那邊有個停車場 因為我們這邊停車場很少 很少照說市政府沒有照顧到我們這一區 可是我們這一區的業績的停車費用反而是4800 各位大概不知道一個月4800是多少吧 育城公園那邊才說2000多塊 那我們的市貿那個整個園區裡面 我們區公所的對面業績會才收3000多塊 那我們這邊不知道是我們這一區的里民 我們的里民的收入特別高呢 還是市府特別看得起我們 我們這邊一個月竟然是要4800 那你如果說這邊沒有辦法再增設其他的停車場的話 你最少要開放我們可以到附近的議程 還是到那個世貿那邊 最少開放讓我們有一個選擇性 不要說我們這邊 其實我們這邊的基民沒有市政府那邊的基民所得高 那邊都是大廈 它的停車費竟然會比我們這邊少 我覺得非常奇怪 第二個就是說我們剛剛這個整個區塊的設計 剛剛有都把我們的公園分成一小塊一小塊一小塊 那我想各位你記得有個大安森林公園 那你有記得台北市有幾萬個其他的公園嗎 你記得嗎 所以我想當初設計的時候這邊並沒有把嘴巴是講立化 其實它不是以立化為中心 你如果以立化為中心 應該先控出一個可以讓我們基民都可以修繕 或者集體使用的一個立化 應該有個相當大的一個整塊的規劃 然後才其他的再規劃為這個整棟的建築 那現在是倒過來你們先有建築 那把那些靈心的不要 像什麼我們再整塊豬肝 那不要那些雜碎再弄出來 這邊一塊綠地那邊一塊小公園 這樣子我們能夠做什麼使用呢 縱使我們這邊好幾個禮的 有時候想說大家裡面來聯誼一下 我想也沒有哪個空間可以用 那本來我們這邊現在好好的 那個公園也蠻大的 我們都可以享受到 那等到你這一規劃去 我們變成說 好那是不是以後說 那這個你的第一林第二林在西北橋 第三林第四林在東南橋 第五林第六林在區域中間 那我們將來聯誼 這樣能夠聯誼嗎 我想我們需要的是一個大安森林公園 或者是228公園 縱使不能有這個規模 最少也要讓我們可以有一個 真的可以空間可以使用 不是這樣子都把它尾成都把它欺人 一小塊一小塊 那這樣我想我們沒有什麼空出 第三點我想請那個 是不是那個捷運的東元段 現在的進度不知道怎麼樣 是不是可以讓我們知道一下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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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